请黄市长打询 事实上只有补习班的牌子 事实上是在做幼稚园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修补习进修教育法 而且是一个大幅度的修法 那这个法修完了以后 这些问题是能不能获得解决 补习教育只针对补习教育 那么幼儿我们另外有幼儿教育的法规 在幼儿教育法规当中是明定 那么幼儿园他是不可以兼营补习教育的 所以他如果 市长我今天问的不是幼儿园兼补习 而是补习班去做幼儿园的工作 那也是不可以的 这到底是补习教育法还是幼儿园 那是不可以的 我知道是不可以 就是因为不可以我才提出咨询 那现在你们教育部大幅度的修改 补习进修教育法 那是不是这些违法的补习班 就可以因此而受到遏制了 是我们在现在修订的第十六条 那么已经明定 这个补习班他是不可以 不可以做 原来就不可以吗 对 那幼儿园 原来的现行的条文也是不可以啊 是但是但是您刚刚所担心的就是说这两个他利用利用法规不够明确的时候 他没有利用法规不明确 他是补习班的 他对外的招牌是打的是美语学校啊 这是现行法令不可以的 对 因为你只有补习班的牌子 然后你说我是幼儿园 这也是我补习班越界了 对 所以他就不符合 而且是在学习学龄之前的孩子啊 那你今天这补习教育法修了以后 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吗 可以防止吗 可以不再有这种状况吗 我只要要求一个字 可以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可以杜绝的 因为他就不符合幼儿园所定的这些规范 幼儿园比较比较严格 那不符合规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处理 我们就可以勒令他停招 现在你的补习教育法你们就可以处理了 不要等到修法以后才能处理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法的问题 而是在执行的问题嘛 你们今天有没有决心去好好的去执行去 如果没有去执行的话 你法再怎么修也没有用嘛 是 没有错 你现在是把法从五万到二十万变成十万到五十万嘛 法则是有提高嘛 可是如果不去执行的话怎么办呢 是 那当然我想委员说的 那天我质询的时候 就在质询前的十几二十分钟 我上网就抓了一大堆 违法做广告的补习班 我们上网都可以抓得到 为什么相关单位抓不到 为什么相关单位不去处理去 是 这表示我们要责成为 如果是补习班 那么它是地方的行政单位在负责管理 地方行政单位在管理 那我们 每年的结果都要报到教育部去 是 教育部是中央主管机关 所以你教育部看到地方上的状况 难道教育部不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吗 是 那你怎么管地方呢 你怎么做中央主管机关呢 对 是 做中央主管机关就有中央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嘛 当你发现到这个数字离谱 跟现实是有离谱的时候 你就要督出地方政府好好严格去查 是 对不对 是 我完全完全同意 我们光看一个报告 我们就可以提出那么多的质疑 是 你们教育部主管在这个 反而不去看那个报告呢 反而不去关心呢 我完全同意 这就是让我们感到今天问题修法不重要 执行比修法还要重要 修法重要是因为它需要依据 当然委员非常了解 本来就有依据嘛 是 现实调文言有依据 那么我们罚款罚的少一点而已嘛 是 我们在 我们在执行面上 你今天的修改条文你都看过了没有 我是 我看过 对 除了跟现实条文差在哪里嘛 只是罚款重一点而已 是 我们罚款 其他的没有啊 其他的没有啊 加重了一倍 其他的一样啊 对 所以问题是你们执行的问题 是 我们要加强 加强查核监督的部分 我想委员这一点是 说的是非常非常对的 你们怎么去做 你们将来怎么去做 是 我们其实在部内讨论的时候 呃 也觉得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有有经验 他们在时间上也比较比较容许的 像都学啊等等 我们会尽量来借重他们来 呃 跟因为各个业务部门确实 委员一定知道呃 呃 现在忙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呃 如果经由呃 都学他们来分配 不同区域的工作 那么来协助我们的业务部门 去做这些查核监督呃 呃 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我想请教到市长 去年五月 我在这边也咨询讲部长 有关音听 十二年国教有音听的问题 有关会考的问题 有关作文的问题 现在很多补习班都针对这些问题 打广告 那部长说 不需要补习 不需要补习 现在隔了一年办了以后 到底要不要补习 我们十二年国教到底要不要 学生要不要补习 是 我们的升学主义一天不能消弭 那就补习就永远存在 还是一样要补习 那推十二年国教干嘛 十二年国教不是实行洋财 以及多元入学 减轻学生的压力 快乐学习 如果学生还通通在补习的话 那哪里做得到这点呢 说实在的 我最近跟很多的学生家长在在在谈 我都在我学区里面 我跟这些学校的家长会会找 分别的分别的去了解 现在学生 尤其是九年级的学生 对十二年国教到底怎么办 很多的都在补习啊 都在补习啊 甚至还有家长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 说有补习班的这样子的DM 你们帮我看看 这个补习班可不可以补习 我们选命服务还做到这种程度啊 是 我们也了解这个情况 你有没有看到过 是我们的我们了解这个 这个市长在不在 中正教育师 补习班的名称对外 广告是这样讲 十二年国教会砍备战指南 这样的话 广告也 违法不违法 报告委员 那在我们新法里头 我们有把广告不实 这个有加到我们的新法里头 我们也有定法则 那在委员关系 现在现行的法令是不可以 现在它是可以这样做广告的 就是要那个地方政府要去去做一个行政的一个监督 那我们因应讲委员上次关心的这个案子 我们有再次的行文给那个各个县市政府 然后有特别再去跟台北市政府有特别跟他们主管那个补习班科的科长报告 就是说这个部分请他们要完全的落实去查查 他们也说今年一整年他们的查查是确实没有那么的像别的县市这么严谨 他们也跟我们讲是说 他们要针对这个我们修法以后的因应 或是现在的我们准则 十二月底要公布的准则 他们会依照我们的准则去再做一个很严谨的去做一个查查 他们已经有跟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回报 谢谢 我想啊 补习班 比如103年 基北区测试招生考试 用这种方式来做广告来收学生 可不可以 会考备战 基北区测招考试 这标题就这样打 可不可以 这样在广告上面可不可以这样做 对 确实是不妥不好 我们看了确实是忧心 但是在法规上大概很难说 这样的广告是不可以 是不合法 我们每年要投入几百亿 我们现在推十二年国教 推的目的在哪里 真的是能够达到吗 你看最近报纸 好几个报纸 都有报道 也有杂志 有多少个学生 现在是在补习 都超过六七成在补习啊 你对十二年国教 你问家长 你能不能 你将来是不是真的是快乐学习 就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 家长认为 我将来肯定是快乐的 那如果补习是要这样到这种程度 我们推十二年国教 本来是要减轻它的负担 结果不但 各科要补习 英文也要补习 作文也要补习 才艺也要补习 科学班 现在科学也要补习 甚至体育也要补习 为什么 多元入学 就有多元补习 大家通通都去补习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你学校 所以今天我们教育制度的改变 我们推出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费了那么多的经费 我们真正能不能达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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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 改改 政策改变的目的 不要被补习班 把我们的政策统统打败掉 如果我们真的是 很周延的 我们真的可以落实着 达到我们的政策的话 补习班 就想要招生 都招不到 当然这个理想是这样子 那么非常谢谢委员的关心 我想因为现在明年开始 十二年国教 在这个转型期间 尤其因为不能够掌握 到时候实际的一个状况 有更多的家长会因为忧心 而宁可让小孩去补习 那希望说 当所有的作业更明朗 更被了解以后呢 也许这样的情况能够改善 我个人是对于补习一向是非常非常的忧心忡忡 那也知道同仁 负责这个业务的同仁呢 他们也在这个方向都在努力 那希望说将来 因为逐渐的尘埃落定 那么落实下来之后 家长会更明了 补习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想这一部的官员呢 有时间多到地方走一走 是 谢谢 有时间多上网去看一看 看看现在补习班的做法 看看现在补习的广告是怎么做 好不好 该处理的立刻赶快处理 谢谢 是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